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入錯行了啦 可是我們就說啦 大家都想要一個這個所謂的 錢多事少離家境 可是呢 工作真的就是 魚與熊掌是無法兼得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問問看囉 如果說是一個低薪你很喜歡 跟一個高薪你很不喜歡的工作 你會選哪一個呢 那首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的評審 第一位是CPPA的這個常務理事小彼得 大家好 另外是我們的入獄家虎妮老師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職場主家憲文獻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我們的評審呢 來歡迎一下我們今天的雙方隊伍 我們的正方呢 小隊長就是我們的BUNNY 然後隊友呢分別是甜甜 張可瑜 跟吳子孫還有李迅 好 歡迎 另外呢 反方的陣容呢 這個小隊長是徐欣揚 然後他的隊友呢分別是 黃河瓶 周蓮還有劉晴萱 歡迎 好 首先先這個恭喜坎田康復啦 身體健康啦對不對 感覺今天就非常有活力喔 戰鬥力立刻有回復喔 沒問題 對 那希望呢今天大家都有不錯的表現 然後我們也請收看就戰鬥位置 好 今天我們的正方呢是低心你很喜歡跟我們的反方喔 高心你不太喜歡這樣的工作你會選哪一個呢 先來請我們的評審呢先秀一下你們的池方啦 陪德老師你會選哪一個 正方 古林老師 瞄轉耶 古林老師也是正方 看哪邊是正方 文憲哥也是 蛤 所以我們都是要選低心 但是你們很喜歡的工作 怎麼會這麼的 對啊 因為像是我的話 那我怎麼樣都要選高心耶 為什麼會這樣子選擇 雖然我今天是掛這個辯論協會的常務理事身份來 但是其實我真正的賺錢的工作 是當配音員啊 那有些人可能知道 那麼我是1998年在景廣當廣國人陣營 等一下 如果有人不知道怎麼辦 要不要先示範一下 來個一句好不好 好不好 試一下好不好 沒關係 比如說第五 第五十四屆金鐘獎頒獎典禮 最佳社交節目獎 入圍的有 超級便便便 好了 一聽就知道是他的 OK 請繼續 我講1998年 對 我在警察拱播電台當主持人 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是快撞節目 一個月只有八千塊錢而已 但是我就是覺得我喜歡這個工作 然後兩千年我就到飛碟 被挖去飛碟當主持人了 慢慢的我的工作事業就往上走 到現在大家看到 這一路上我從來沒有離開過 自己喜歡的工作 怎麼聽起來是人生勝利組的故事 那你跟我講說你要低心 然後不喜歡的工作 是什麼意思 你才有機會成為人生勝利組 對 沒錯 OK 苦音老師 你有這樣子過嗎 我選擇去讀中文系 那中文系出來就只能教書 教書是一個很低心的工作 但是我很喜歡教書 所以我教得很開心 教了九年之後 我又發現一個 另外一個我更喜歡的工作 就是寫作 他的收入更低 因為根本就不穩定 你根本不知道會不會有收入 後來我就變成了 百萬暢銷工作家 好大文憲哥 賣房子你們知道 台灣最大的房地產 連鎖仲介公司 我就進去那裡面 薪水很低 可是我就是因為做到 我喜歡做的工作 我今天有能夠有這個身價 是因為我做那個我喜歡 雖然薪水低的工作 我先請我們的雙方小隊長 來抽一下我們這個先後順序 就來進行我們非常精采的 這個討論的時間了 來看看 好 由我們的正方先來進行宣論 好 今天的這套題目 在正方來講的話 是屬於這低心 但是也很喜歡的工作 第一棒是我們的 張可芸甜甜 兩分鐘的時間倒數計時開始 我覺得一定要選擇 自己喜歡的工作 通常自己喜歡的工作 他可能薪水不見得高 但是你至少在裡面 可以得到很多的成長 還有你人生的歷練跟經驗 那這些歷練跟經驗 它可以造就你往後 可能會往更高的地方爬 那我最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在找工作 他就看到說 有一個博弈的 不知道什麼內容 他在徵人 但是他薪水寫三萬八到四萬六 他學得很高 但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選擇這個博弈 你寧願去做 因為至少 UberEat 它是非常非常清楚明瞭 你知道你在幹什麼 一張單就多少錢 可能有的還給小費 現在有這個機制 但是博弈這個是有風險的 你完全不清楚 它到底內容是什麼 它只是很大的字眼 告訴你多少錢 到多少錢的薪水 所以這是有風險的 那再來 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很 滿痛苦的體驗就是 我覺得現在我是最窮的時候 但我覺得我人生最快樂 之前在我錢賺得比較多的時候 你相對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我現在很穩定 很多東西我都可以去買 然後買了之後 慢慢的你就發現 怎麼錢越來越少了 那這個時候 你開始就會有失落感 可是當我現在 它就是這麼少 它錢就是這樣子 我不會有什麼失落感 我就覺得反正很開心 而且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例如說我現在沒有工作 我就去做我以前做過的工作 在裡面得到樂趣 然後找回以前的快樂跟初衷 但人一旦薪水多了 然後養成 你就會有壞習慣的養成 你就覺得應該要這樣 應該要如此 所以必須 那你就會失去了 你人生的初衷 每次呢 在我們高興收入的族群 都是政府 最精靠最多的 你讓我們這麼多錢 好 另外呢 我們立刻來看到我們的反方 他們的論點呢 是他們會選擇高興 但是不喜歡的工作 那第一棒呢 就是我們的學習搖 有兩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開始 好 大家好 我把剛剛那三十秒 讓給可琳好了 然後我認為時間就是金錢 如果高興的話 當然先去做啊 等到錢賺夠了 再想自己什麼是喜歡的嘛 其實說真的啦 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 到底自己喜歡 是什麼樣的工作嘛 既然如此 當然是選擇一個高興的先 喜歡與否是感覺 高興就是一個事實了 下個月的房租 還付不付的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 最容易提醒你的一個現實 給高興的工作 表示公司很看重你嘛 他們看到了你的價值 所以公司敢付高興的話 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機會 去慢慢地喜歡 慢慢地瞭解這個工作呢 也許這個工作 我目前不喜歡 但是我覺得金錢 就是一個最棒的一個動力了 或許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會自然而然地 或是喜歡上這個 這份工作的樂趣 其實你缺過一次錢 就知道工 就知道錢的重要性了 連下個月的飯錢 都不知道在哪裡了 都快生存不了了 還有很多人要養的時候 你還會在乎喜不喜歡這個工作嗎 金錢是絕對可以帶來安全感 大家都知道 有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錢卻是萬萬不能 所以先把什麼喜不喜歡 放在一邊吧 踏踏實實地去賺錢 沒錢的話 我低心不喜歡的工作 我一樣也會去啊 所以有了錢 就像有了第一桶金 有了第一桶金 你才可以更容易 更快地去完成你想要做的夢想 所以如果這兩個一定要選的話 我會選擇高心不喜歡 謝謝 接下來我會請到我們正邦尼的回合 是這個邦尼 同樣也是兩分鐘 倒數計時 開始 要討論這一題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每一項 都推到極端好嗎 高心是超級高心 不喜歡是超級不喜歡 低心同樣是超級低心 而喜歡是超級喜歡 我希望對方呢 將來之後 不要提一些不痛不癢的 可能是什麼公務員之類的例子 因為這可能是你可能覺得無聊 或者是沒有成就感 而不叫不喜歡 我們所謂的高心不喜歡叫做 我做了非常不舒服 但是我可以拿很多錢 大騙走私賣毒 在座的所有各位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去做 我剛剛講的那些工作 因為那些工作入門門檻都不高 可是為什麼我們不去做 因為代價風險太大了 我們有那個資格沒有那個命 回來看一下這個 可能非常低心 可是我很喜歡的工作 有哪一些呢 環保鬥士啦 慈善團體啦 這些工作還是很多人做 雖然說薪水真的不高 為什麼呢 幸福 我幫助那些被你們那一群人 詐騙前的老人家 我感到開心 我去幫助動物 我覺得我找到存在的意義 而你有沒有發現這些 真的讓你開心的事情 除了我以外 還有我所影響的一切 跟我對這個社會帶來的影響力 當然可以像新陽剛剛說的 就是說我賺很多錢 然後工作之餘 再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呢二零一八年勞動部統計 台灣人一年花兩千零三十三個小時在工作 就等於你大學出社會到六十五歲畢業 你可能會花大概八萬七千個小時在工作 對方呢就是想要在追錢的這個過程中找到快樂 但是我覺得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過程找到快樂 通常你找到的都是空虛 所以我們覺得跟這個走私啦 詐騙啦賣毒比起來 我們這一邊寧願做那些很低薪 可是卻讓我這個人生中的八萬七千個小時 都感到滿足的工作 謝謝 謝謝我們的邦尼 那回到我們的這個反方喔 第二棒呢是這個黃皓萍 兩分鐘到處近時開始 好邦尼你剛剛說要我們把這個問題呢 推到兩端我來講低薪就低到零 你完全沒有薪水 你活不下去怎麼樣去持現你的夢想 怎麼樣去做你喜歡的事情 這是一件事 再來是你剛剛提的東西 幾乎都是犯罪的事情 其實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討論要不要犯罪嗎 如果討論是要不要犯罪的話 這題根本不用變 所以你不應該拿犯罪來歸類到我們高薪的工作 我們高薪也有很多高尚的工作啊 總統高不高尚 太空人高不高尚 藝術家高不高尚 他們的工作高薪而且很高尚 不一定是犯罪的事情嘛 再來一件事情 你剛剛提到一件事 你好像把這個題目矮化成 我們在夢想跟現實之間 我們要選擇哪一個 不對 這題真正要討論的東西 事實上是 你願意為了夢想 向現實屈服到什麼程度 剛剛徐信長講過了 他覺得選擇高興可以去做 喜歡的事情 這代表什麼 我先獲得財務自由 我才能獲得心靈的自由 如果你沒有把衣食這個部分 先處理好 你怎麼能夠織熔乳呢 你織到就只有這個熔乳而已 所以很簡單 很簡單 馬斯洛需求金字塔最頂端 就是先吃飽再說 吃飽了你再去講 驕傲這件事情 再來我要跟你們講 你們都說低薪的工作 你們喜歡 為什麼你們喜歡的工作 卻只能夠拿到低薪呢 很簡單 它可能很簡單 誰都做得來 第二件事情你喜歡的 不是它的簡單 你喜歡的是 不需要付出多少的心力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 所以你要嘛是個普通人 要嘛你要做的是普通的工作 那請問普通人做普通的工作 到底有什麼 那麼值得誇要的一件事情呢 當然我同意 你們有些人想要選擇平凡 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在人類文明 每一個重要的轉類點上面 我們在平凡跟非凡之間 都選擇平凡 請問人類社會怎麼樣進步 所以今天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高薪 而你不喜歡的工作 未必是 它討厭到某種程度 你可能討厭的只是 它需要付出一點心力 一點精神 可是這些工作正是非常非常重要 讓我們人類社會 有機會往前的基石 沒有這些工作 我們沒有機會往前 所以告訴各位 低薪它不一定高尚 高薪也不一定是 謝謝 謝謝我們的豪平 那接下來呢 輪到我們的正方 來進行他們的聲論了 是我們的子生 有三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 開始 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應一下對手前面的論點 第一個要追求平凡 是追求非凡這件事情 它這個題目裡面是不成立的啦 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我們以高薪為例好了 比如說以醫療好了 醫療什麼最賺錢 治徒頭跟治癢尾 那如果所有醫學院學生 都把你的這個研究的重心 放在這兩件事情上面 我是看不出來人類社會有什麼進步啦 那也就造成我們現在 比如說大家會做皮膚科 做整形外科 所以我們有四大科 四大接空的問題 所以追求高薪 是不是代表可以推動人類社會進步 這件事情 應該是不成立的 這是第一點 那再來第二點是 這個題目的討論 一定是你這個人 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也就是你不是餓死的情況 因為在餓死的情況 你根本就沒得選 你不會去掙扎 我要選低薪很喜歡 還是高薪不喜歡 不會 你就是先吃飽再說 所以窮到一個程度 其實也不太需要再這樣比較討論 那接下來就進入我方論點 那我們要理解到一件事情 這個題目要我們做選擇 而我們要做任何選擇之前 其實我們會面臨兩種成本 第一種成本 叫做為了得到這個選擇 而付出的成本 好比說教育 那第二種是做出這個選擇之後 你會付出的 也就是你失去了另外一個東西 那以下我們就來檢視一份工作 他為什麼會高薪 那一份工作為什麼會高薪呢 說穿的就是一個道理 薪水高低 市場供需 他會高薪的原因呢 大概不外乎就是三種 第一個 他就特別困難 好比說我們常常在講的 律師 醫師 會計師 工程師 像這種他有極高的進入門檻 你為了要獲得這樣的工作 你從 像我們之前打過一個便題 就是國小要補習 很多重視教育的人 他從國小別人在玩泥巴的時候 他可能就要開始去補習了 所以他可能犧牲的 是一部的童年 難道青少年 所以比如像我自己住在新竹 我們新竹就有很多跟我 不要講跟我一樣 這個太煽情了 就有很多工程師 他因為失去了太多的青春 所以呢 他在真的跟異星交往上面呢 他會比較辛苦 比較吃力 這些都是他的付出 這是他的犧牲 好 那第二種呢 就是特別危險 比如像我們剛才隊友提到的 有些工作呢 他其實就是非法工作 那我們哪怕不討論 擺明非法 他是游走在法律的邊緣那樣的工作 他其實薪水也是會特別的好 可是因為他特別危險 不但有這個法律上的危險 他還會去承擔一些身體生命上的危險 那譬如說像船員其實也是喔 他是合法的 但其實也是特別危險 薪水也很好 但是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價 再來一種是特別的控苦 講個比較熟悉的 比如說像做酒店好了 酒店他是一個很明顯的情緒勞動 而且是深夜情緒勞動 所以你是其實非常辛苦的 我們看很多酒店小姐 皮膚白白的好像很漂亮 其實身體都不好 心情也很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工作環境 其實是非常非常惡劣的 那一份工作他可能同時 兼具有這三種特質 但總之呢 這些東西會讓你的工作成為高薪 不外乎大概就是這三類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想想看 當今天我們為了要得到這些高薪的時候 我們可能從很年輕的時候 就要投入了大量的時間 金錢跟力氣 在這件事情上面 去換取我最後的高薪 但是得到高薪之後 你得到錢之後 你覺得得到很多嗎 沒有 為什麼一部分錢 不是拿去買藥吃 就是拿去錢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一來一往之間 我們人生這樣選擇 是否值得 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謝謝 謝謝我們的指聲 好了 那接下來 來到我們的這個反方 是我們的秦軒 同樣也是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好掌握了 倒數計時 開始 好 先回應對方剛剛的論點 他剛剛想要吃一位豆腐 他想把我方說得高薪的工作 都講的是一些高風險 比如說酒店 比如說賭博這些行業 但反過來說 在對方世界底下的低薪 難道都是一些 比較低風險的行業嗎 其實也不是嘛 比如說他前面講的 那些Uber Eats 他騎車在路上 他需不需要承擔 比別人更多搶時間 其實也需要 你去工地 需不需要承擔更多 生命的危險 其實也需要 所以這一塊論點 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再來是 他方剛剛說就是 你之前過去付出的那些 也一併要納進來考量 但我方知道 但難道我們在求學的這些階段 這些我付出的過程 都是為了要求取高薪這個行業嗎 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我是先付出 先求學之後 我有了資本 我才有權利選擇 我未來的生活 如果我先把自己讀到高學歷 未來如果我覺得 我的經濟資本 或知識資本夠了之後 我能不能夠再回頭選擇 比較低限的工作 是有可能的 在我方世界底下有這個彈性 但是在你的世界底下沒有 就像我方剛剛說的 很多時候生活是很現實的 像你說要把雙方拉到極端 在你的世界底下 有可能你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裡 你不可能知道 下一個月的房租在哪裡 又或許是你的家庭裡面 有人生了重病 急需要用錢的時候 這時候這些風險都是 你的世界底下 你的生活沒有辦法承擔的 所以像我方說的 很多時候生活的貧困 或是經濟的壓力 會把對方 從空中拉到地面上來 有很多的問題 不是真的是你喜歡這件事情 這麼輕鬆容易簡單 你身上還有其他的包袱 比如說你的家人 或是你自己的生 你下一餐 或是你的生命 生存的基本的條件 這都是必須要考量的 再來回過回來 談一件 我方比較想要跟大家 談的事情是 大家看到這個變體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不喜歡的工作這件事情 乍聽之下 好像就覺得是一件避害 但我方覺得 這可能是一個 不夠成熟的人的想法 像是裴德所長說 你今天從以前 你喜歡做廣播的這條路 但老實說 你做廣播這條路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 比如說配不同的音 不同角色的音 一定有你不喜歡做的事情 而你要從低 你覺得低心可以變高心 其實很大一部分 也是因為你在這個行業 你願意 跨出你的舒適圈 去做一些你平常 不喜歡做的事情 才有辦法讓你 才有辦法讓你成功吧 所以很多時候像是 剛剛我們前面也有說了 很多時候你高心其實 代表的 其實就是你這個行業 有這樣的價值 或者是代表了 你做這個行業 願意做出比別人 可以付出更多的成果 我才願意付這筆錢 那像學長剛剛說 可能醫科 如果四科接空 但老實說 如果他可以一直維持高心的話 那必然一部分 就是代表這個社會 需要這項行業吧 如果今天你說 社會不需要這個行業 那自然的經濟市場底下 它的價值就會變低 所以高心代表你有這個價值 那你願不願意 跨出舒適圈 去產生這個價值 謝謝各位 好 謝謝我們的寶寶 那聽完了這個第一輪的 這樣的聲論 問問看我們的評審們 對於你們的持方 有沒有一些影響跟變動呢 依據維持正方 葵英老師沒有要反方了 緣醫師 那我也認識一個女生 她真的去做國異 拿了很多錢回來 然後做她喜歡做的代購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前面這個 前的依蕾 你是不可能去做 你原來喜歡想要做的事情 葵葵老師你剛剛聽完之後這一輪 選擇正方的原因是 雖然我還是維持在正方 但我並不覺得 反方是被壓著打 其實有幾輪的交鋒 都是有防守到的 比如說豪平第一個聲論的兩個回擊 其實是蠻打到很快打到點 剛剛的這個低薪 也有很多高風險的工作 其實交鋒是有效的 先來進到我們這個第二輪 這個自由變的時間 讓雙方會有更多的交鋒 可以把這個題目呢 還有自己的論點可以講述得更清楚 因此來進行我們的第二階段 最後變論的時間呢 雙方都會擁有六分鐘 那我們倒數這時開始 黃浩平剛才有講到說 低薪的人可能因為工作非常無聊 乏味或者是非常簡單 但我要跟你講的 因為乏妹這件事情 乏妹她可能沒有薪水 她要接客人 然後客人看累積多少 然後論事一個加五塊錢 這過程非常清楚 但最後得到的就是她的技術 所以你說低薪的人 她工作很簡單嗎 並沒有 那計程車司機她也很辛苦 那你覺得她 就是隨便載客人 就可能要大筆查不到 除非她遇到一個喝醉酒的時候 她要去墾丁 不然不可能 再來你說的這位 我們這位妹妹她講到說 吳伯義有風險 她會搶快為了造成 就會有傷亡的事件 確實最近很多 但那是個人因素 你騎車就好好的遵守交通規則 就不會有這些漢事發生 所以我覺得 你們講的這些很多的論點 要堅持來講 來攻擊我們這邊 其實是不太合理的 那我們這邊主要講的就是 我們工作雖然沒有辦法得到 那麼多豐厚的收穫 可是我們很開心 那才可以造就我們 而且我覺得 疏讀的再高都不是重點 而是你活在當下 學到了多少東西 那才是重點 再來講到醫生 其實現在很多醫生 為什麼不願意當她正科的醫生 因為醫美是最好賺的 所以不管是腸胃科 心臟科後來跑去找 當醫美醫生了 因為錢最多 所以我們要就診的時候 我看了腸胃她告訴我說 常常就會誤診的情形發生 所以這也是一個 我們需要正視的問題 但他們為了什麼 為了想要得到高薪 但相對的 我們就是受害者 那如果你一步一腳印 好好的就是做好 你該做的事情 可能就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還有 不是 因為你們剛剛一直在打的一點 就是說 我們生活會有問題 沒有地方住了怎麼辦 沒有東西吃了怎麼辦 不好意思 在我們 像我以前做的餐廳 我們很辛苦 錢很少 但是我們就是有員工餐 可以吃 相對的我們員工宿舍 所以不需要為我們 擔心這件事情 那什麼樣的收入 過什麼樣的生活 如果我們今天收入比較少 我快四千塊去租房子 你們覺得是鬼屋 我無所謂 我跟他共存得很愉快 那你們要 你賺比較多人 可以隨時如果想要 來 我講一件事情 你剛剛講說 看醫生這件事情 看醫生會有誤診 我覺得真正的誤診 是看你的醫生覺得 你身上只有腸胃問題 覺得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需要整形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於什麼呢 你剛剛覺得好像博弈這件事情 我沒有說他低下 我只是其他風險 現場萬一如果有人 剛好從事博弈節目的主持 或有人的家人 有人的家人 剛剛好就是有博弈相關的技術 來 欣揚告訴他 博弈需要什麼樣的技術 我覺得許乃玲大哥非常棒 又是這個傑出的兒子 但是那是因為博弈的節目 但其他我說 博弈來得有風險 而你不應該就是說 扣上帽子說 我們覺得博弈好像很糟 這是我們中環都沒有講過的話 來 如果你剛剛講的狀況的話 低薪兩種狀況 一個低薪低風險 一個低薪高風險 低薪低風險 代表你容易被人家取代 你這個工作也做不久 那低薪高風險 那很容易就是掛掉 那你也做不久 沒有 那你就錯了 因為其實不管 就是低薪很多東西 都要從學徒開始 在學徒誰要取代學徒 就是學徒要努力認真 你才可以爬到上面 所以當你慢慢爬到上面 是不是就越來越高 所以新的人進來我們上面 你知道學徒被取代 我就是一個 我現在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個主持人 學徒為什麼不會被取代 所以你要正視自己 為什麼表現得不好 你會被取代 連這麼糟糕 就這麼不可能被取代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你就像正式 你要取代我的是誰嗎 是憲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憲哥 所以又帶了一個很好 因為你可以講 綜藝王很大 他覺得說發黃豪平這個人 好像沒什麼功用 又浪費一筆錢 那不法拿掉 其實你的存在就是 我們謝謝大家 剛剛去看完腸胃炎的這個 甜甜的分享 或者終於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我們把比賽 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剛剛有一些 你顏色很蒼白你覺得 因為剛剛其實有滿多的一些 他一直有醫帥科 剛剛那醫生 剛剛有一些滿多的討論 其實剛剛平正老師眼睛說 其實這樣的討論 有點沒必要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高薪可是其實是違法的工作 或者是高薪其實很危險的工作 那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低薪有一些叫做典型的3K產業 它其實本身也高風險 甚至很容易被取代 所以不要先用這種職業 好像就先貼了一個標籤 叫做危險或者是不堪的性質 或者是甜甜剛剛也有說 很多工作你認真做都會學到東西 其實它也跟高薪低薪無關 因為任何的工作你只要認真做 高薪不喜歡你也學得到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先剝離排除之後 我想談談剛剛那個老師有提到一個 叫做機會成本 我們今天說高薪的工作 雖然你現在不喜歡 可是如果產業有變化 或你的喜好有變化 其實錢放在自己的口袋 它的彈性很多 這就是我們剛剛為什麼提到 如果你今天賺到第一桶金 財務自由 你有權利去選擇你喜歡的工作 即使那個時候低薪你也不在乎 因為你財務自由 我倒想問問 照你們的觀點 如果說你現在做了一個低薪 雖然很喜歡的工作 可是聽起來感覺你們的論點就是 你只要認真做 最後一天會出頭天 不管是三位老師 現在都把低薪的工作 做成一個專業的技術 可是喜好有可能會改變 如果你今天四十歲五十歲 你的喜好變了改變 你的彈性在哪邊呢 請問一下 彈性在我們有那個實力 跟能力去接受改變 你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喜好是有可能改變的 如果你做的是一個低薪 可是你喜歡的工作 你到了三十歲四十歲 你仍然低薪 因為你口袋錢不多 因為他原本就是低薪水的工作 可是你的喜好已經改變了 你原本的技術 在你的職場不適用 請問你要如何轉換你的跑道 回應一下中越三點 第一個當我們去討論 興趣改變的時候 就如同我們去討論 你那個高薪突然又變低薪的時候 所以那種情況是不需要討論 需要討論 不需要討論 因為薪水有可能會變 一個工作可能從高薪變低薪 就如同你們所謂的興趣 可能由A或變成B 那個情況一樣 所以不應該討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我們想強調的是說 前面做的分類 重點不在於違法與否 也不在於風險與否 我們想強調的是 一份工作高薪是有原因的 那個原因是需要你付出代價的 所以當然一般人如果只看到錢 會覺得很棒 我要錢 可是他常常容易去忽略 我要為了這個錢付出多少代價 再來是第三個 所謂的財富自由 像財務自由跟你想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想的都是說 對我現在賺到錢了 之後我至少可以應付風險 可是我們要理解到一件事情 雖然你口袋的錢在增加 可是你人生的時間也要越來越少 我們終究得面對自己 喜歡的是什麼 要的是什麼 不是嗎 而且我要講一下 剛才豪平用高薪提的案子 非常爛 他說總統外星人 太空人 你見過太空人 太空人的薪水是長怎樣 是我們的幣值嗎 那總統就只有一個 而且就是 你知道要推到極端 是你的隊友幫你講的 好 我道歉一下 所以我只能提出極端的案例 好 那我們講 所以你很不喜歡當總統 很不喜歡當太空人 不是 我們也不會選他 總統這個真的不可信 沒有 我不會選他 因為我沒有具備總統的技能 可是一個人如果他具備 總統應該有的技能 他從小到這樣培訓起來 總統的技能 那麼為什麼他會具備這樣的技能 可是他卻說他不喜歡這樣的工作 沒有人當總統是為了錢的 都是為了很難講 這就是有熱誠 想要服務國家才會出來當總統 不然總統坦白講薪水算少 我覺得我把邦尼跟子晟 剛剛的兩個說法都在一起 邦尼剛剛提了一個數據 其實我覺得滿有趣的 一直很想在這個時候 好好跟大家聊 他說人平均一輩子要工作 他會做八萬七千個小時 可是事實上你會發現 越高薪的人 他越不需要做這麼長的時間 他就可以去做他講座的事 因為他叫下面的人做 但是他很容易就會死掉 不好意思 你先又別打 先讓我把話給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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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發現 越高薪的人 他越有機會去縮短他工作的時間 而想辦法把他的工作 變成他喜歡的生活 可是越低薪的人 他的工作時間照理來說是延長 例如說六十五歲不能退休 他的工作時間反而是變長 也就像你說的時間或變少 接下來處理一下子生剛剛說的第一個 其實不用比較的點 其實我們覺得這是要比較的 我們都知道 高薪的工作可能會變低薪 喜歡的事情也可能會變不喜歡 可是關鍵就在於 高薪的工作變成低薪的時候 你原本之前賺到的錢 放在口袋裡面是保本 是可以保護你的 可是你原本喜歡的工作 做了很久有一天變得不喜歡 他累積的技能 沒辦法讓你帶到新的職場 可是這個時候你口袋裡面 並沒有錢 你承擔風險的能力 是變低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一個比較 是有意義的 過去那五年的快樂也是真實存在的 不是嗎 對啊 而且你說的那個 有錢人他都做事很少 因為他交代給下面的人做 下面的人 如果你們貪圖高興的 你們就開始會想辦法挖錢 然後在旁邊塞了他 你們就會用這種卑鄙的手把 得到挖錢 然後我們再生努力送中的人 在低層我們就默默地 腳踏實地啊 沒錯 你怎麼想要再現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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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講 秦軒剛剛講一個舒適圈 我覺得很有趣喔 你的舒適圈是我們所謂 做起來快樂的工作 我們要跳出這個舒適圈 我的舒適圈是高興 高興過起來舒服 我跳出這個舒適圈 因為我去做那個 我開心的 會對這個社會有意義的工作 你叫我們跳出舒適圈 所以我們跳 那個舒適圈我們指的是 你喜不喜歡 人當然都喜歡做 自己喜歡的事情啊 那你願不願意為了一些更高的 比如說你的生活的風險 去換取一些更高的薪水 我們覺得是應該要的 再來回過來的是 你知道很多人都想要當網紅 但是網紅一開始要付出的成本 是很高的 請問在你的世界底下 你沒有累積資本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一個年輕人 去當網紅 這怎麼會是舒適圈 舒適圈講的就是 你覺得你很安全 你覺得你沒有受到風險 你不需要面對挑戰 而這件事情 不就是你們一直講的 有一筆錢放在口袋裡 可以隨時幫你應付 各式各樣的風險嗎 而實際上你們所講的 鼓勵大家跳出舒適圈 不就是想要用自己的 去挑戰一下這個社會 做一點自己喜歡的工作 但是不見得可以過得 那麼舒服嗎 對 而且秦軒剛才一直強調說 高學歷 要擁有高學歷之後 就是一張自己的入場券 然後未來的門檻 但其實你有沒有發現一下 王永慶或者是很多成功的一些 大 大企業家 對 大企業家 他們其實都沒有什麼 真是好的學歷 或者低學歷 都在於他們 真的人生的經歷 我們今天提的東西是 如果今天放在你面前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低心 但你喜歡跟高心不喜歡 我們要選什麼 而不是我們從一開始 只能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去 選某個方向 今天選擇的東西是說 今天如果我們選擇 高心不喜歡 我們會比較容易的 有機會去做到 我們喜歡的事情 我自己脫衣秀演員 我是在財務自由狀況 我才有時間去創作 一些內容 一些段子 讓大家看到我的這些創作 可是如果你們完完全 在那邊努力努力 你們知道其實世界上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他們的夢想 可能都不會實現 因為大部分的人 他們都不一定有那一點機緣 往前推到他們的 最後一點點夢想 可是如果今天做一個高心 可以讓你有機會 往夢想更前進一步 為什麼不做呢 沒有 就是我的經歷 是非常的豐富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不管薪水的高寡 我們正方的時間到了 反方還剩下十秒鐘的時間 要做最後的攻擊嗎 而且很多時候 如果你的興趣 跟你的生活壓力 綁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不會再那麼喜歡他 一個電競選手 喜歡打電競 但是如果你要八個小時 都在雕琢這些技巧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個戲劇 都不會是當自己喜歡吃 我們的反方時間也到了 好的 我們的這個 自由變的時間 感覺有點火藥味出來了 那 我們現在聽聽看 我們這個評審們 你們在看完 這個第二階段之後 你們的池方 有沒有被誰影響呢 先請我們三位評審 先轉一下牌 好的 那先來看看我們的 裴德老師好了 怎麼變成在中間 你們今天到底是要解決 什麼樣的人的問題 你要選擇的是 成就更高薪水的工作 還是你要回頭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 到底這個人的特質是什麼 那那個角度 到底怎麼取 都會影響判準啊 我覺得目前為止 對 有點亂 所以很難判斷 所以改成一半一半 好 那谷雲老師 高薪 公司沒有神經病 老闆沒有神經病 為什麼給我高薪 表示看好我 表示我可能把這個事情 做得很好嘛 那所以我可能因為 我事情做得好 我就愉快了嘛 因此就算工作 讓我不快樂 高薪也可以給我快樂啊 所以我覺得可以 往更廣的方向去想 OK 那文憲哥 後來也轉成了反方了 那我要特別highlight一下 那個中越 他講得非常好 知識的風險 其實我們要特別強調的一件事 你現在會的技能 五年十年之後 可能不管用 以我這麼覺得 我要做喜歡工作的人 我不可能轉向反方投給你 我覺得講得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中越 來進行我們的結辯 是有三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 開始 我們完全可以明白 紫正義剛開始提醒大家說 其實高薪的工作 是會產生一些風險的 大家要記得這些風險 可是其實我們也告訴大家說 其實低薪 雖然你現在喜歡 你換到了快樂 可是它不代表沒有風險 而其實人的產業會變 人的喜好也會變 人永遠都要為著那個 不可以捉摸的未來 先做好準備 而我們今天的準備方式是什麼 其實準備的方式 就是這一段時間 你累積下來的錢 錢他不會變 錢他也不會跑 錢他可以拿來幫助你應付風險 可是不管是今天三位老師 一剛開始跟大家的風險 不管是裴大老師 苦琳老師 文獻老師 都是把低薪喜歡的工作 做得很久 可能是因為熱情 可能是做久了熟能生巧 所以開始產生成就感 最後他都變成了可以養家活口 有高薪也喜歡的工作 可是那是因為剛好三位老師的喜好 有的可能沒改變 或是改變了之後 他有機會經歷過那段陣痛情 可以撐過去 可是很多的人其實不是 我們原本很喜歡的工作 覺得靠熱情可以支持 有一天我不喜歡了 那怎麼辦 可是我現在口袋也沒錢 我最後就會去做一個什麼 我低薪但是也不喜歡的工作 可是如果你原本做的是高薪 雖然不喜歡 可是有一天 例如說財務自由了 有一些就算產業改變了 可是你口袋有錢 你有機會去應付未來的風險 跟選擇上面的彈性空間 我們要知道很多的人覺得說 低薪很喜歡的工作可以一直做 可是其實大部分人都會知道 低薪的工作 有的時候你很難維持 這麼長一段時間也都喜歡 老師其實也有說過 有的時候靠著喜歡 我們累積久了之後 他就有機會讓我們獲得一個 比較好的薪水可以養家活口 但是例如說 我舉例如說豪平的例子來說好了 就是就算我很喜歡講象徵 我也很喜歡講脫口秀 可是有可能演藝上面的市場就這麼高 演藝上面的市場就這麼大 我的喜歡不代表我時間投入之後 我就有辦法像豪平一樣脫口秀講得那麼好 或者是像豪平一樣象徵講得那麼好 就算有一天我講得像他一樣好 我真的很靠我自己努力 去變得跟他一樣厲害 可是沒有用啊 沒辦法他象徵過一個工作 他的長相也比我好看 所以他比較討喜 有一些東西是 我沒有辦法去克服的 或者是什麼 或者說大家也都知道說 其實我很喜歡打辯論 可是其實台灣的辯論市場 某個角度來說非常有限 我現在的工作 不未必是我最喜歡的工作 可是也是因為我的工作 可以讓我某個程度獲得溫飽 也算是給家庭一個交代跟照顧之後 我在我工作閒暇之餘 還有機會繼續維持 其實我現在辯論的一個愛好 例如說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可是如果我今天做的這個低薪 雖然是喜歡的工作 例如說我就把辯論當作 是我這輩子的置業 有的時候可能台灣 未必有這樣的一個市場環境 有的時候可能 這樣子的一個改變過程當中 要讓大家也喜歡上辯論的耗時 非常非常的長 我可能就已經沒辦法養家了 我就沒有辦法繼續再堅持下去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說高薪 雖然不喜歡的工作 但是它有它的價值 跟有它的意義 就在於它某個程度上面 所反映出來的是 才是你真正可以追求自己喜歡 夢想的那一個空間存在 所以豪平為什麼會說 這個題目在討論的 不是你夢想跟金錢的選擇 而是你願意夢想蹲躲低 我現在願意工作 就是希望可以有機會打邊論 不是在蹲低 謝謝 謝謝我們的忠岳 接下來換到是我們的訊號了 同樣也是三分鐘的時間 好好掌握了 倒數 計時 開始 如果你現在問一個大學生 說你之後 未來夢想的工作是什麼 有很多大學生 至少我大學的時候 其實都會講說 希望可以當電競選手 因為其實你看現在電競選手 現在他的薪水是非常好的 可以成為一個簽約的電競選手 他其實是比一般的工作薪水 都還要高的 可是 這並不是這個工作本來就這樣 其實他之所以現在有這麼大的市場 可以有這麼給他們那麼好的薪水 其實就是因為有很多人 從以前做了一份自己非常有興趣的工作 一直做 一直做 才把這個市場做大 才把他們的薪水做到可以養家活口 可以做到財務事業 所以其實老實說 就是如果今天討論這場比賽的判準 是要說我們要用哪一個角度去選擇 我們才可以兩者兼得 老實說這個判準沒什麼意義 因為每一個工作其他都他都有他低薪 但是你喜歡的類型 每一個工作也都有他低薪的時候 有一天你都可以在這工作裡面取得技能 也有一天你都有可能 做一個不想喜歡的工作 做到有一天你真的愛上他為 其實都有可能 如果我們要從兼得的角度去做選擇的話 其實用哪一種例子 我們都可以 其實都有辦法做到 所以其實用第一種判準比較 其實沒什麼意義 對方還有第二個判準 就是說從風險規避的角度來說 怎麼樣的風險控制是比較安全的呢 就是說如果我累積了技能 或我投資的時間之後呢 我發現這個環境不一樣了 我原本累積的工作的技能不能再用了 那起碼我口袋裡還有一坨錢 可以安安全全的放 你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這些遇到的風險 有辦法透過這筆錢來做引力 但其實時間也是另一個成本 錢或風險是成本的一種 時間也是 你在年輕的時候 沒有機會投資做你最喜歡的工作的時候 也不會因為有一天你真的財務自由了 可以有機會回頭做那個工作 你真的超級有錢 你真的做了一個超級高興的工作 做了一輩子做到你財務自由的時候 可以選擇到球場裡面去打籃球 當一個籃球員的時候 你已經四十歲了 誰要你 你沒那個機會了 所以其實用這個方式去比較 我們也很難比較出 到底哪一個類型的風險是比較安全的 哪個樣子更有機會實現 我們自己所想要的生活 其實我們想要說的是 要選 如果我們是一個可以面臨 在路口上選擇 我們要做哪一種工作 其實他並不是真的選了哪一個工作 因為其實每一個 你不會是兩個工作再選 那種什麼 這是選的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就是你有沒有覺得 做了一個辛苦的工作 他必須要得到金錢來做回報 來填補你來成為你將來風險的因應 還是說我們可以做一個喜歡的工作 把生活跟工作 其實是沒什麼好分的 工作中的時候 你知道痛苦 你被上司打壓 你被同事折磨 你會覺得那起碼 我有一份好的薪水 可是如果你把它直接變成 生活中的一部分 你就會覺得生活中 沒有人的生活 是不遇到困難的 是遇到困難就是過了就好 過了他就會變成你經驗的一部分 他不需要用透過任何的方式來填 我們的真方做了解辯 謝謝 大家好 好的 那聽完這個一輪 非常精采的討論之後 我們要請我們的現場三位評審 還有十位的觀眾朋友來投票了 到底說是低心這個喜歡 跟高興不喜歡 這兩方哪一方可以說服你呢 請投票 好 投票結果是正方兩票 而返方是十一票 恭喜返方獲勝 好 來聽聽一下評審的這個講評好了 非常苦惱的裴德老師 後來還是投給了返方 返方開的那個利益的深度 是比較多元的 而正方的今天操作的利益深度 對我來說沒有我原來期待的 那麼的滿足 我原來的期待 所以我最後做了這樣的判斷 OK 好 那我們的古英老師 最後是給了正方 我給正方的原因是 正方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時間比金錢更可貴 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 睡覺八個小時 生活八個小時 工作八個小時 如果我們做的是 我們不喜歡的工作 我們就會有 如果我們一天八小時不快樂 等於我們一生中有 二十年是不快樂的 這樣值得嗎 那我們的文憲哥 我這個工作我很喜歡 相對比較低薪的 那個自我感覺滿足 我認為返方是難度比較高的 所以我最後選擇返方的原因 在這裡 我們今天就來多加一個小單元 鄉民變什麼 那今天我們的鄉民變什麼 就來討論一下 你們覺得 香菜該不該存在在這個 正方是我們甜甜 而我們的反方的是我們的豪行 所以說我們雙方 有兩分鐘的時間倒數計時 開始 好 我學一下憲哥的分類方式 我覺得說香菜不該存在於 這個世界上有兩種 香菜的存在有 物理形式跟心理形式的存在方式 我們先從物理形式 為什麼要不開始存在 每一次香菜被加到麵線裡面 拿到那些不喜歡吃香菜的人手裡 拿回去的過程當中 要嘛倒掉 要嘛撈掉 這中間造成了多少麵線的浪費 這些麵線可以讓多少非洲的難民 吃飽飽 你知道這東西 多造成了多大災害嗎 再來就是心理形式 光是剛才我們在休息室討論說 香菜到底該不該存在這件事情 就造成了評審也好 變手也好 這邊討論起來 哇塞 炒得不可開交 如果今天這世界上根本沒有香菜 這些衝突根本就不會發生 如果少一點衝突 這個世界會不會好一點 如果今天讓這個世界 可以少一點衝突 你要不要讓這個世界 少一點衝突呢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蔬菜水果 或者甚至任何一個人類 不應該存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因為我討厭香菜 所以香菜就應該要離開 那相對 我不好意思 有一些人討厭黃好品 那黃好品是不是也應該消失 它不應該啊 其實有可能喔 我也覺得小甜甜應該消失 因為其實 沒有今天這樣講 如果說我要長得漂亮 因為我覺得小甜甜 長得很像許維恩 所以如果我要看 為什麼不直接看許維恩就好了 那如果我覺得她好瘦 為什麼不直接看瑪莉亞 她們也很好瘦 但是我覺得小甜甜 不應該存在於演藝圈 就像是香菜 不應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小甜甜要去的應該是 或者是其他不是演藝圈的 對 那你現在講得多 謝謝你的花獎 所以我知道離開這個世界 這比較好的 但是你講這些 我都還是在這個世界上 相對的很多人 可能因為這樣子被攻擊 如果我今天是香菜 大家要討厭我 我就選擇親生 那就造成很多遺憾的憾事 不管是韓國 或者是現在的台灣演藝圈 就是有相對的問題 因為你們覺得 我不應該存在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勇敢站出來 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存在 我們就是有存在的價值跟依 喜歡我們的那麼多 我們應該為喜歡 我們的人而活 就是我是香菜 我為了那些米 雪糕 少費 需要我的人 我要活著 我要活著 難道妳就不喜歡 我書上是要活著 我要活著 你現在的吶喊 有很多討厭香菜 但不被理解的人也在吶喊 為什麼我們不喜歡香菜 你們就是不理解我們呢 有很多人就說 奇怪 因為香菜名就是臭的 你們為什麼一直覺得是香的呢 這些不被理解也是吶喊 為什麼他吶喊 OK 不然我會請他們去吃高麗菜 他不可以去吃高麗菜 反正是要吃幾秒 或者去吃 也可以 他不要來選擇香菜 來 妳來跟我講是 要看過自己的人生 有自己的生活 妳來跟我講的是 生活這件事情 香菜如果從來都沒有存在過 它的悲傷也不會存在 所以我們讓它不存在 就連悲傷都不會存在 讓悲傷到臭毒消失吧 謝謝 假設性的東西就是不存在 因為我們現實生活 在我們出生以來就是有香菜 它就是一直存在的 不過今天的題目是 香菜該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們可以按個鈕 讓香菜消失 如果讓一個鈕 可以讓香菜消失的話 它的所有帶來的 不快樂也會消失 那相對的你這樣子 那你這樣子真的是 如果沒有良心好殘忍好可怕 我要叫地上往菩薩出來 你這樣就得吧 就是栽培香菜 研發香菜 種植香菜 然後把香菜推出來 這市場上的人 全部都用消失了 好可憐喔 很簡單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人 必須要出來當罪人 按下這個按鈕 讓香菜消失 只為了讓這個世界多一點快樂 謝謝 你本身講太偉大了 你又不是中鬼 你也不是誰 你按這個按鈕 然後要我們大家崇拜你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BUG的 中鬼跟香菜有什麼關係 你先跟我解釋一下 中鬼都很奇怪 中鬼都很奇怪 因為你說大家犧牲了 按下這個按鈕 所以我說你又沒有那麼偉大 中鬼抓鬼 所以我們崇拜他 或者說地上往菩薩他 幫我們保佑我們的祖先 他在那邊 讓我們祖先 可以過得快快樂樂 在天上的生活 但你不是啊 而且不喜歡香菜 等級要臭菜我覺得OK 但你就不要去吃臭菜 那你可以去吃臭水溝嗎 那你幹嘛 對啊 那你幹嘛 要來批評香菜 還有我說真的 因為不喜歡香菜 所以有一陣子 非常流行的朝廷是 我不吃香菜 我不吃香菜 除了冒子一些 那不是作品不易之材 今天的時間也到了 謝謝我們的雙方的季人 非常精采的周龍好 當然題目確實是很荒謬沒錯 但是呢 這個就是現在目前 大家社會上 都在討論你的議題 當然也沒有呢 是誰對或是誰錯 但是如果觀眾朋友 你對這個議題呢 是有一些興趣啊 跟一些想法的話 也歡迎呢 你到我們的粉絲團 超級騙騙騙 來留下你自己的池包 你覺得它是香菜還是臭菜呢 很高興大家今天的加入 當然最後還是再次 恭喜我們的這個返方 在剛剛的題目當中 是獲勝了 好 感謝大家參與 我們下次見 拜拜